幼儿园的小朋友在纸上画着自己住的地方景点 然后在大姐姐的帮助下 将指令写在机器人当中 让机器人走到孩子指定的地方 应对老师表示 运用AI科技融入当地的文化还有课语教学 更能刺激幼儿学习 因为他们其实这些幼儿园小朋友 他们都会有一些基础的课语 然后所以我们可能在比较基础上 像是打招呼这方面或是礼貌的方面 就会去让他们去说这些幼语 评证幼儿园园长罗军林表示 这次国立台南大学 有六位幼教系的师之生参与 提供幼儿完善的暑期应对活动 也让孩子可以透过AI科技 来认识在地的历史人文 南大市培中心的孩子们运用 就是他们先做田野调查之后 了解说这个桃园的地景是有皮塘 跟平正有些丘陵风貌 甚至是学校附近的地图 然后带领孩子在制作地图的时候 把AI科技结合就是一些指令 然后到keyboard机器人的身上 然后孩子也藉由就是在食物的操作中 去理解说原来就是桃园的地景是这样的风貌 也运用实际的操作去了解自己的家乡 原方表示透过AI科技多元有趣的学习 不仅能启发幼儿思考以及判断的能力 更可以增加孩子们对于学习的兴趣 记者东一飞采访报道